台中市臺灣大道與溫馨路口 一輛銀灰色轎車與一部機車 發生碰撞 轎車的車頭板經了 是整塊掉了下來 那麼車燈也噴飛到分隔島上 而至於機車呢 則是車頭幾乎全毀 騎士傷重流血 送一擊授 那請聽一下稍早訪問 這一車會一萬 就發生在今天清晨六點多 一名七十歲的賴欣婦人 開車外出要去找姐姐 那麼行經臺灣大道與溫馨路口時 違規右轉 害得騎在慢車道 同方向的五十二歲 羅姓騎士翻譯不及 從轎車的車頭撞了上去 那麼羅姓騎士全身多處挫傷 那麼幸好送贏後沒有大礙 而警方調查 雙方沒有走駕 至於後續的造責 仍在離境當中